我们看今天入股从这个俯冲到极 到底我们要怎么解读 今天大陆经济是不是能够指稳 尤其是股市来到2600 现在入股这一波我们注意到 会破去年8月份低点的 包括了日本股市 包括英国股市 包括了美国股市 包括大股市 这一波的沙盘 反而是新兴市场相对受伤轻微 而是大型或大陆型的国家受伤很重 从入股今天俯冲到极 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指标回现象 好的 这大陆股是从开出以来 我们再提醒大家 就是大部分都是属于沙尾盘的阶段 那这次很特别 这次是属于拉尾盘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阵的部分 上阵在今天来讲 它留下一个97点的下影线 那过去你看这长黑 K棒的实体都没有下影线 所以过去表示就是我讲的沙尾盘 那这次下影线高达97点 那今天的正幅是3.5% 大家想说这个下影线长不长吗 其实算很长了 但是上次有一次更长 在1月8号的时候 就是熔断机制暂停之后 当天的下影线高达130点 政府比今天更高来到5点 政府高达5.7% 但是拉了这么长的下影线之后 结果后市还是继续往下掉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拉了一个下影线 就稍微松一口气 我觉得这要持续做一个观察 另外从今天的这个族群来看的话 其实今天大家市场上特别关注 是这个铁路的运输量 已经创下了6年新低 有那么差 对 李克强指数之一的这个铁路运输量 那我今天拉的是这个航空的部分 因为道琼有运输指数 那今天我看了一下 大陆这个沪深300里面 跌幅比较深的 其实有一个族群在于这个航空股 对 我举三档股票 一档是东方航空 就是中国三大航空之一 这是国企的部分 它已经破底了 破底 油价在大跌 它股票在破底 对 这很特别 然后吉祥航空是民营的 廉价航空 对 廉价航空是下一个 春秋航空才是廉价航空 对 不管是国企 民企 或是廉价航空 全部都破底 这代表什么 代表你不管是商务客 观光客 背包客 都没有了 所以从这个航空股破底来讲 也可以感觉到这个 中国大陆的景气 因为台湾的航空像 长龙航 黄航最近股价还蛮硬的 蛮抗跌的 可是大陆航空股都在破底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这又可能是一个警讯 大家要留意 另外还有一个还蛮特别的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影视 其实发展还蛮不错的 包括中国大陆的电影 去年的票房是 年帧率高达将近五成 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电影的市场 对 但是有两档股票 我今天也查 也是沪生产里面跌幅比较 沪生300算是大型股 大型股 指标股 对 这个华册 这个华册影视是专门拍电视剧的 对 然后这个华文传媒呢 是这个媒体 他们呢一样呢 也都是做一个破底的一个阶段 对 那我就去查一下 为什么这个影视跟传媒会破底呢 周子余事件吗 周子余事件应该是对韩国 对影响比较大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大家应该有留意到 这个中国大陆在五行呢 要做一个叫做华莱坞 现在有好莱坞 宝莱坞跟华莱坞 是 那个渊教授不要笑 这个华莱坞很厉害 你知道吗 是 这个美国队长的 这个电影的后制啊 还包括星际 星际大战 第七集 对 还有这个变形金刚 第四集的后制 全部都是在华莱坞里面 做后制的 是 所以其实呢 他们这幕后这一块 其实做得很不错 在中国大陆这一块 对 但我发觉中国大陆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幕后 你再怎么赚钱呢 你赚不过目前 是 目前的部分呢 中国大陆去年啊 赚最 这个票房最好的电影 叫做抓妖记 对 他在中国大陆的票房 去年高达25亿人民币哦 对 结果呢 他去北美上映 首周的票房 你知道只有多少吗 只有三万美金 天哪 这根本就是 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 是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中国大陆现在的文创产业是 在中国大陆上映OK 内需内行 对 外销 外行 对 这是最大问题 那现在大家想说 到底全球的股市 因为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波动之后 什么时候会止跌 或者说空投结束 我觉得可以用 大摩的这个报告 稍微做一个参考 对 他参考了 他研究了过去 43次历史上的空投 记录呢 他统计出来呢 比如说 MHCI的世界指数呢 通常要跌192个交易日之后 才会止跌 平均 对 平均是192个交易日 那我算了一下呢 目前是跌了166个交易日 对 快要接近 但是还没有接近 对 那跌幅的部分呢 要跌26% 那目前是跌了25% 所以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对对 对 但是S&P500的话呢 就美国 对 他要跌272天平均哦 交易日 对 现在只跌了170个交易日 还跌半年 对 平均跌幅是28% 那现在只跌了15% 是 所以可能美股的压力会比较重 对 那在欧洲的部分呢 就差不多 你看144天 146天 差不多 对 跌幅也差不多 是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是 东正指数就是日本 对 日本呢 平均的这个跌幅啊 应该说空间要跌了500 时间要跌568天 现在只跌了141天 是 跌幅要5成哦 现在只跌了2成左右 是 那另外在最后 大家最关心的新兴市场部分 对 121天跟180天 所以新市场感觉像 跌过头 对 时间点已经有点超跌 那跌幅呢 空间也稍微超跌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做个参考 好 我要请教卿老师做观察 因为大陆跌的 第一个航空跟传媒类股 是今天市场上表现最弱的市场 可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来做观察 因为中国企业家利润大幅下滑 这个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第一个工资不可能降 大陆还在不断拉高最低工资 而且最低工资对于城镇化 对于农民的吸引非常重要 好 这个数字是往上的 观察 土地的价格 我们看到 因为土地卡到地方的财政收入 也卡到城镇化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金融业的稳定性 所以土地的价格也是一路往上 好 那些问题就是资本的价格 那资本能不能降价呢 观察 什么意思 就一块饼 今天是一块披萨 我要怎么切 到底是给劳工吃多一点 还是给地主吃多一点 还是给银行家吃多一点 还是给企业家吃多一点 饼就那么大 怎么分 这两个都要吃多一点 那资本能不能吃多一点 还是少吃一点点 可贵没有 假如一旦降息 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又会大幅增加 而且对于整个供给车的改革 似乎会产生流动性的难阻 就是钱太多 反而不利于流动性的改革 那倒了没 大家有两个人要吃多一点 那资本的价格 他说我跟上一次就好 那倒了没了 就是企业家的利润 我刚刚有请教韵老师 外面给我提到 就是分配的问题 你杀死了企业家利润 那果然就是共产党 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没收 可是长期来讲 企业家利润不够 就没有投资 没有扩张的一个意愿 所以我们考虑一个问题 除非整个包裹 包裹性的解决 就是人币一次贬值 或许不用降息 或许就用贬值的方式 让所有的分配 进行再分配的动作 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个数字看出来 供给车的改革 在不能降息的环之下 是不是人币 有进一步贬值的味道 尤其是我们看了一个花絮 昨天大陆出动了国家统计局局长 还有新华社叫板 对干索罗斯 结果不到两个小时 统计局长被抓起来了 那新华社也不讲话了 索罗斯还在那边喝他的美酒 抱他的美人 所以到底人币的贬值的动作 是不是这一次 我们要注意到下一波 还有可能再贬的机会 你能观察 我想在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当中 有三种看法 第一个企业家的这个利润 企业家的利润 最高的利润是来自于 他的这个公司 上市公司的总市值 增加最多的时候 那时候他有最高的 这个投资的意愿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2014年的这个事业份之后 所有企业家的这个意愿 都降低了 资本支出都减少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财务 老板是看股价的 对 股价的 因为老板的股价是他的财产 你知道只要一块钱的话 鸿海的大股东 那个整个就不得了 几十亿 三百亿 几百亿的这个 一个没有到几百亿 几十亿的这个变动 所以企业家的利润 通常在总体经济 也都不会跟你讲这个 但是在财务理论 就很明确的跟你讲 那追求的是一个总市值 第一个是讲股价 对 股价 总市值 第二个股利 股利对他来讲小case Cash股利你说 那个郭董 今年又发了多少个股利 小case 他卖股票比较多 对 他那个股票涨100块 或涨50块 因为股利要磕所得税 台湾的股票 卖股票是不用磕所得税的 因为没有证所税 所以基本上 股利随便发 卖两张股票比较实在 没错 所以股票市场 是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一块 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市场 所以整个间接市场 跟直接市场 直接市场就是资本市场 就是直接跟股东募资 那间接市场 就是大陆的金融业 目前大陆的金融业不发达 因为他利率很高 所以他们现在在做利率自由化 这个跟人的理财一样 比方说我明天就要去日本 结果我一堆的台币 也没有去换 所以你理财不是说 你要配合你为了需求 比方说有很多人投资定时定额 他基本上是为了资你要出国去教育 那可以流长一点 但是明天的债务你到期了 你怎么一堆的房地产呢 那不是爆掉了 所以呢大陆在这个金融的这个间接金融里面 他出了问题 所以他以后会做那个改革 所谓改革就是你短期的需求利率 长期的需求配合哪一个 像台湾很清楚啊 短期的需求票件啊 大家都知道票件率 逆幅嘛 都一直转一直转 反正我给你100亿的额度 那这个月之内 两个月之后一季之内 你去用嘛 你去发嘛 那另外还有中期的这个市场 还有长期的市场 那现在的大陆要做这个东西 另外第三个 市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有关于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趋势 人民币趋势呢 之前我们也讲过 人民银行呢 现在看的是它的贸易加钱指数 那目前的这个指数呢 是103点多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人民币的这个改革会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 从过去的这个强势货币来看 美元 日本 美元跟这个英镑来看的话 第一个建立海外的这个财款市场 海外财款市场呢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hyber 那美元大家都很非常清楚嘛 就是liber嘛 就是那个liber ciber 那另外那个 那中国的话呢 它会建立境内的 境内的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李克强在上海自贸区的那个 划出来的一块这个金融的改革 那块的改革会建立shable 就是上海的那个隔夜差 另外在香港这边的话会建立hyber 出来 那谈到这个可能各位要注意 因为根据我们的验证跟这个研究 每一次人民币的改革的时候 人民币对美元就是贬值 比方说像2014 实质汇率 对对实质的这个汇率都是贬值 从2014年的这个二月份的时候 它把这个波动的期间 由一到二贬 去年8月11号 我们在这边也讨论了很多 也贬 那今年呢 今年一开始呢 又以PMI呢 也贬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它会往那个百分之三 比方说百分之2.25 2.75 3这边去做 那另外就是要建立这个采款中 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1985年的时候 日币那个进度SD要是涨了 那人民币是贬呢 是 因为不太一样嘛 因为人民币银行它研究过这个 日延的一个过程 一个泡沫化 对 的一个过程 所以人民币的这个未来会随着 我讲最后一个重点 会随着它的这个制度的改革 走向这个Full of 14 完全浮动 然后它会有很大的这个波动 是 好 我们补充一下这个 邱老师的观察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提出 这个四个要素 观众 今天中国跟美国竞争 中国跟台湾竞争 大陆跟日本竞争 竞争是什么 竞争是这个四个要素 中国要跟日本比 他们的土地成本跟利用效率 它同样的要跟日本比 他们的劳动效率 不是单纯工资 包括或许日本工资比较高 可日本人效率比较好 另外要跟日本人竞争 竞争是日本的资本价格 就是利率 另外还有日本人的利润 跟创新能力 所以观众 这四项加起来 就观众 就是跟我们打电动一下 不是这个愿怪兽 打羊怪兽吗 就有战力表出来吗 就看这四个表格 当然现在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 就在于劳动力 跟企业家利润偏低 那相对于土地成本 跟资本成本 现在慢慢偏高起来了 所以这四个要素 要如何跟竞争 就观众 就是我们看战力 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用人币 直接贬值的方式 因为人币一贬值 相对于日本 相对于台湾 相对于韩国 这四个要素 是同步降低 因为这四个要素 都是由人民币 来做一个定价的 或计价的 所以基本上 第一个是人币全面贬值 那反过来讲 因为中国现在依赖 外贸的GDP 比重慢慢降低 那你说人币贬值 那有什么帮助 反正外部需求 又不见影响中国 观众 人币一旦贬值 第一个 我们可以刺激到什么 企业家利润 怎么讲 我们有像大陆的 铁矿砂的厂商 它可能是一顿 200块人民币 可是从澳洲进口的 澳洲的铁矿砂 是一顿40块美金 各位懂意思了吗 那中间讲是1比5的话 那澳洲的矿商 来到中国 一顿40块美金 乘以5就变200块人民币 好 所以就大陆 跟澳洲开始竞争 但假如人币从5块钱 贬到6块钱 贬到7块钱的时候 基本上 我们注意到澳洲的矿商 来到大陆贩卖价格 就是40乘以6 240 40乘以7 贬280 那由于外部的进口 是价格的边缘的 边际的地价子 所以人币的贬值 会使得大陆很多的 原物料生产厂商也好 很多的企业也好 基本上它同样的产量 可是收益会因为物价贬值 货币贬值 物价膨胀关系而做的升高 所以人币的贬值 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一个选项 降息没有空间 跟中央改革有关系 那目前问题 从企业价利润 一个崩跌的一个方向 是不是只有选择 人币的贬值 而成为一个趋势 我们就要持续 来做观察跟掌握了 好 我们今天的广告 还要观察还是个重点之一 因为我们要从苹果的一个财报 看出全球经济变化 到底是中产阶级的消失 还是苹果代表一个世代 即将结束 将我们告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